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龟吾 34年来写过近百本小说 被翻拍成24部电影 光是这个月 就有三部从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要上映 牧村拓哉与常泽雅美主演的 假面饭店 韩国则有两部 嫌疑犯X的现身 以及 私刑制裁 连两个礼拜接力上映 假面饭店 如果明天有客人发生意外 我会辞职负责 我也会辞掉刑警 当起卧底 要前入犯店调查连续杀人案 牧村拓哉从影28年 首度尝试警察角色 假面饭店 卧底搜查 难不成要让刑警来 接待客人 欢迎光临 和女主角常泽雅美从互相冲突到新手合作抓犯人 电影 假面饭店 听我说完后再报警也不迟 如果你让我帮你 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护你 柳成饭饰演 沉默寡言的天才数学家 暗恶恋邻邻居李瑶元 还替他收拾杀人残局 性格派影帝搭档韩国收拾女王 给观众不同以往的 《闲疑犯》 《闲疑犯X的现身》 这部作品 在日本就已经被翻拍过 日本电影 《闲疑犯X的现身》 老师指对为何会发生 这种现象有兴趣 这么了解我的话 现在可以马上回去调查了 由福山雅治和柴奇姓主演 同时还有另外一部南韩电影 也是改编东野龟吾的小说 私刑制裁 什么都不做 只是呆呆的作者 难道我能做的只有这样吗 描述一名失去女儿的父亲 在发现女儿临死前 所遭遇的凌辱后 决定展开复仇 成了连续杀人犯 青龙影帝正在用 第一次诠释父亲角色 和李盛明搭档主演 电影 私刑制裁 改编字 彷徨之刃 连三部电影剧本 都出自东野龟吾之手 在台阶连上映 满足喜欢烧脑剧情的广大影迷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